中国器官移植大会一连三天在杭州低调的举行 昨天前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在会上宣称 目前中国的全部医院都已经停止使用死球器官 引发外界的质疑跟抨击 追查破坏法轮功国际组织上个月公布了 首批被指涉入活摘器官罪行的名单 28号再公布了100家的医院 共2108名的医务人员追查名单 主要是针对中共军医和武警医院的移植人员 进行全面的追查取证